葵冲是近年不少换楼客的新热点 全因区内楼盘多元化 这区实用、美景、间隔 各类特色的楼盘应有尽有 完全符合各类换楼人士的要求 打算在葵冲区换楼的朋友 一定听过翁雅軒 翁雅軒发展商属于长实 07年入伙 有两栋物业提供900多个单位 主打两房及三房间隔 完全迎合区内小屋换大屋的朋友 屋苑较为优质的选择 属于内园景单位 以及中高层的远景单位 放盘量少 特别需要长期注意 这里有24小时住客会所 有泳池、健身室和停车场等等不同的设施 真是不出街都大把野玩 至于交通配套 屋苑对出的和宜合道 就有小巴和巴士接驳去葵方站 亦都有通宵小巴 往返旺角 照顾一众夜班族 走远少少的保星中心 虽然它邻近工厂区 不过胜在价钱够了亲民 在这区绝对是抢首货 適合一众预算不高的换楼客 保星中心发展商系新鸿基 物业座数总共有4座 有968伙 主打一至两房的单位 这里每一户都有窗台 地方市井见识 屋苑具有一定规模 有自设商场和停车场 適合对于生活 有一定要求的朋友 这里虽然没有住客会所 但是一落楼 就有熟食市场 和一系列的民生商铺 生活所需一步到位 和而合同的交通非常丰富 如果遭適合工就在附近 那就简直是可遇不可求了 不过如果对居住有更高追求 跟着介绍的华景山庄 拒颚立山顶 爱形极具气派 一定適合你了 华景山庄共有22座 提供1500几个单位 面积由500几尺 至到过千尺 实用面积更加高达八成 屋苑围处于200米高的半山 景致逼人之外 还可以避免经常出现 扭望楼的情况 为住户提高更多私隐度 由于它建筑在高山之上 景观实为多变 里渔门、观塘、西环的海景 以及八仙岭一带的远景 另一边就是望到青衣、荃湾、青马大桥 选哪一个风景居住 都绝对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屋苑亦都设有大型的豪华会所 大量设施场地齐备 而且附近又有华景商场 超市餐厅等等 绝对满足到一般生活所需 楼下交通方便 配套设备齐全 还有小巴前往长沙环和丽景 性价比这么高 难怪一盘难求 今集介绍是这么多 想知多些就记得联络美联物业啦